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就講一個我猜不到我要拍的東西,就是防守 因為很多人看完影片留言都說想看防守 其實我也挺猜不到的 我們今天就講一下防守 講一些基本的步法和基本概念 第一就是你必須要知道防守的目的就是騷擾你的敵人 這是廢話 其實以現在的進攻手法,我會這樣看 你很難完全守死一個人 反過來,我防守的觀念第一就是 假設你要了解你的對手 他斬勁,即是橙入勁,還是射勁 然後你就針對他的能力,然後作出適當的防守 如果那個敵人是很能射球的,你離他兩步 那你當然會輸 同樣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的對手是一個 剷入能力很強的人,你又沒有理由可以 只有一隻手或一隻半手的距離去守他 你起碼要退後兩至三步 如果你說我防守,記住 一個很勤力的防守,並不是一個好的防守 一個好的防守並不是很需要很用力 我經常都記住一件事 我們訓練是要用一個smart way去訓練自己 不是一味就是努力 努力是應該的,但向著正確的方向去努力 所以記住,在你防守之前第一件事 分析你的對手是甚麼球員 如果我守的話,有很多球員 我不會這麼近防守,基本上我站在那裡 你要記住,防守的簡單 最簡單的一句說話說完 就是我要拿回球 那怎樣可以很容易拿回球呢 偷球,block shot,還是拿籃板 你覺得,是不是拿籃板最簡單 正如,你要看NBA的數字裏面 最多就是 rebound 最少就是 block and steal 就是這樣解 所以記住,我們很難在一個球員手上 拿走他的球 所以你可以很用力去騷擾他 但是,記住,如果你對著一個 產入能力很強的人 你退後兩至三步,已經很騷擾 不用經常走到球 但是,反過來,如果是一個 shooter 你真的要貼身 但太貼身的話,你很容易被人過 如果那個人又能射,又能撐 你一定會問我,應該怎麼辦 你選吧,你一定要去缺乍 他那場球究竟,守風順不順呢 不順的話,你就不要那麼近 如果他順的話,你只能近 那就靠我們的隊友 如果你說是講防守,就要很久 因為除了我們基本的防守 一對一的防守之餘 還有協防,怎樣幫隊友 怎樣令到你的敵人落了trap 有很多很多的防守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們今天就先講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好了,第一樣 我今天有幫手,叫阿豪 好,第一樣 分析你對手 不是這對 你對手 是射 還是一個剷入的人 如果以我見這個人 簡單來說,第一 他不會射球 所以我永遠會是一隻半的距離 再後多一點 因為我老 我不夠他快 我唯有退後一點 第二樣 他是左腰還是右腰 盡量令他發揮不到他熟的那隻手 所以我不會站正在他中間 不用那麼公平對決 逼他去用右腰的 逼他去左邊多一點 好嗎 第三,大部分人錯的就是防守的時候 他會隔一隔屁股 他人中前 其實坐到這麼低 你動不了 你正在中前 即是你的重心放在這裡 你動不了 防守 最主要的是向後 所以要記住 你要將重心拉回向後 OK 我們向後 用隻手在前面 讓他保持一個距離 OK 好,現在開始了 第一樣 我站在他的右手 令他第一個決定 他會選用左手 不要讓他選用熟的那隻手 我站在這裡 正常人都選用左手拍球 如果要是他 繼續的話 我就會逼他 好,第二樣 第二樣 看著 剛剛他過了左手 記住 我們不是要偷他的球 OK 我們要拿他的球 拿他的球 是一個很有壓力的射擊 他很有壓力 然後射不入 我的隊友拿籃板 這是一個很好的防守 明白嗎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防守 剛剛他不是在左手去嗎 其實如果他繼續去的話 他應該只是交球 因為我們 假設我們後面有隊友 或者他左手是不會上籃 你就拿到籃板 這個應該是很好的防守 OK 好了,第一樣 逼他去那邊 第二,看著 基本 在他strong hand這邊 不要拿手出來 OK 我們盡量 舉高 是不讓他射球 另外一樣 他的感覺 會覺得 逼他去那邊 請 一樣是這樣 我們這邊 舉手 這邊 垂底 OK 如果整個格局 你現在看到 他不會選擇去我這邊 他盡量去那邊 OK 好了,第三 腳不要讓自己停下 不要蹤前 也不要停下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是防守 我和他基本上是鬥霸地盤 GO 我退後一點 OK 我追到他 我反應 OK 他停了 他也射不到球 因為 GO 我停了之後 OK OK 是不是 繼續 繼續 一路都是這樣 對 不停 轉了手 OK 明白嗎 其實另外一件事 你要知道 我們移動的角度 也有少少不同 第一件事 假設你敵人 真的去左手邊 左手 GO 停 如果他的腳 是去這個方向 我們不可以平衡他的腳 因為我平衡他的腳 他會過我的 下一步 所以如果他的角度是向這邊 我應該防守是往這邊 比他更加斜的 往後 再來 GO 往後這裡 其實就是在玩一個霸地盤的遊戲 究竟他早點去拿罰球線 還是我 OK 第二件事 記住 很多人防守的時候 或者這麼說 我們有不少的球員 練習 他會練橫跨步 比賽從來都不用 其實橫跨步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為甚麼呢 看著 當你防守的時候 如果我合著腳 他很容易就會過你 當你放他的位置的時候 即是如果他交叉腳 我一交叉 他便會放過你 OK 所以我們為甚麼要用橫跨步 就是不會被這兩隻腳合起來 等他 過了 OK GO 永遠 他不可以靠一個身體的碰撞 或者速度 去撞開我 過 當我比他快的時候 他自然會停 OK 再來 過 過 明白嗎 他就是這樣 當你 橫跨步 並不是用交叉步的話 他一撞過來 我會有一個力量 撞停 他會向外 但當 再來 我交叉步的話 他便會放過你 明白嗎 這就是防守步的要點 記住 他向前 你讓他向前 你讓他向前 OK GO OK 是不是 但第二件事 不要又好像我剛剛 這球並不是一個好打擊 我阻礙了他 但我給他右手拍球 是不是 所以記住 如果我 我老了 我的打擊是不會那麼激 OK 隻半手距離 對了 退後 永遠 永遠 對了 雙手不要讓他轉手 對了 對了 很好 明白 不要讓他轉手 盡量不要讓他走過來 OK 永遠 我退完 停的 停 退完 停了 止了他 雙手記住 放在他右邊 不要讓他轉過來 OK 繼續讓他左手 好了 如果你是一個 左手運球不厲害的人 你帶兩下球你會全 OK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好的 good defense OK 當如果一個 我們一對球 五個人都一起這樣守 OK 五個人都把敵人的弱點放大 他的優點縮小 你的對球防守就會很強 記住記住 一個好的 defense 拿藍板為主 不要經常想著偷球 OK 當然在不同的情況 我們做一些抵抗 例如 抵抗 1211 這些時候 你就必須要 你就必須要 要很搶奪 就是要不停地 給壓力 波波波波波波 這樣 OK 好了 最後一樣防守的要點 OK 一個基本的就是 手 不要經常縮下來 記住 對一個敵人來說 最有效的壓力 是來自什麼呢 vision 就是看東西 OK 你的手 永遠在他的眼睛 OK 好了 他有一個最真摯的防守表現 他選擇不會射球 看看 隔了兩步距離 他不會想射球 如果你的手在那裡 這樣就不同了 他會想射球 但如果你這樣的話 第一件事 他已經不會選擇射球 明白嗎 好嗎 這個就是 所以你怎樣在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限制了你的對手 原來他射球很厲害 OK 我只是打算退後 只是不要讓他射 明白嗎 縮住 對了 他鏟就不厲害 只是不要讓他射 OK 他射了一球 Good defense 因為他失敗了 OK 你隊友是應該拿這個籃籃 明白嗎 記住一件事 戒了這個 中前 對 基本上都是這樣 如果你中前 OK 人們坐到那麼低 吊絕了 坐低 我對過很多 很多很勤力防守的人 坐低 對 坐那麼低 怎麼過他 射他就可以了 基本上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知道嗎 再看一次 OK 對了 看到嗎 他又沒有舉高的手 就要射進他 就是這麼簡單 明白嗎 再看看他 入了兩球 好了 開始舉了 看到嗎 看著 因為他的對手是我 我左手過硬他的 明白 你要懂得看別人的防守 看別人的防守 你就自己懂得防守 再來 是不是 又摧著手 好了 又射他 就是這麼簡單就可以了 明白嗎 OK 防守 基本概念 如果你想 我們遲些 如果有機會 再做一些進階一點的防守 可能要多人一點 因為防守 一般都要說怎樣協防 還有怎樣用抵押的 OK 好 很累 來 今天 完 四球 先 撐住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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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